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不跟你们一起走了 我突然想起来 你们部长是谢灵男学长呗 怎么了 你前两天不是发朋友圈 说你喉咙发炎了吗 我上课碰到她的时候 她就给了我盒香药 让我带给你了 那桌上的药不是你的 不是啊 我忘了跟你说来着 刚说了她我才想起来 你们部长对成员这么好的 挺难得的 干杯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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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各位学历学妹 正式加入我们的新媒体部门 以后大家都是一家人了 欢迎 欢迎 本来今天这顿饭早就该吃了 我没想到赶上那么忙的时候 不过好在有好消息 咱们给学校拍的宣传片 在网上已经转发破万了 何止 领导还特意表扬了我们 我想我们下学期的经费 一定很丰富 都能喝点吧 还是喝这个有气氛 来 先给你倒 学妹 来 你的 我的 你这老学姐等会儿先给学妹 女生爱着别喝酒了 这还有饮料 我们光吃光喝有什么意思呀 要不我们玩游戏吧 珍稀花大冒险怎么样 好 好 怎么玩 等我 挪一下 来来来 笔尖指向为准 好 谢谢 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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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选 选一个 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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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心话 真心话 那问题要不新生来问吧 你们应该对部长很好奇吧 那部长有没有喜欢的女生啊 喜欢的女生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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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欢的人 有 有 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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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 我在哪里玩的呀 怎么从哪里玩的呀 说好了一个问题 赶紧玩下去了啊 我不信我怎么倒的那个 来 来 行 逮不到 你 下次 让让 我结束了 来接你女朋友了 我出去就行了 他出去拿外卖吗 你见过提前穿小鞋 准备好衣服 恰恰出去拿外卖的吗 部长 那我们就先回去了 注意安全 待会儿再去你说一声 拜拜 拜拜 我送你回去 不用 我男朋友马上就来接我了 现在这么晚了 我等你男朋友到了再走吧 你男朋友是帮你达到的那个 嗯 还记得开学的时候 你问我基建学员的宿舍在哪儿 想必问的就是他吧 看得出来你很喜欢他 他是我第一眼就喜欢上的人 也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人 听到你对他评价这么高 我突然觉得没什么好遗憾的了 苏彩彩 让让 去吧 我要走了 拜拜 部长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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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刚才在聊什么 聊 我男朋友啊 我跟我们部长说 我男朋友是世界上最好的人 我最最最喜欢他了 怎么样 开心了吗 让让 你又不说话 你看你这么闷 我让你在心里住了这么多年了 我可真是最大方的黄东 你是不是干什么呀 我喜欢看月光的倒影在大碍 我喜欢看月光的倒影在大碍 我喜欢你 能不能停轻 我喜欢你 心动的神秘 那你可是欠了我很多房租的 那以后我再忙了 那我可是要收利息的 我是你的是你 那孩子全是你 中会差不多就这些 其他的就没什么事了 对了 差点忘了 不是马上就要元旦了吗 院里边准备组织一个元旦晚会 本来节目什么的 都是文艺部负责的 可是今天文艺部不是人少吗 就让咱们部门也出一个 朱铭 我记得你面试咱们部门的时候 不是说你高中的时候 组织过很多节目吗 要不这件事就交给你 没问题吧 部长你别为难我了 我就高中的时候 参加过几次舞蹈比赛 没什么含金量呢 参加舞蹈比赛还没含金量 你就别谦虚了 我真的心里没把握 我记得上次我在网上找素材的时候 我看到张路让高中参加话剧演出的视频 他算是在节目组织方面有经验吧 要不你让张路让跟我一起呗 行 你俩一起 张路让 没问题吧 好 好 张路让 不好意思啊 帮你拉一下水了 没事 都是一个部门 那要不 中午我请你吃饭吧 下午的时候找空交室一起找资料 吃饭就算了吧 你要找什么资料可以先跟我说 我可以先找 如果需要当面讨论的话 我们再约时间 我先走吧 自自 你最近在宿舍的时间有点多呀 不跟男朋友出去玩了 他们部门给他拍了任务 他这两天在蒙他们愿元旦会演的事呢 好 我正好问他一下 叮 你温柔可爱 善解人意的女朋友来问你 晚上要不要跟他一起吃饭 收到请回复 舒总 那我一会儿去找你 等节目确定下来 我们再根据大家时间进行排练 可以吧 好 那时间不早了 今天就先到这儿 站住了 我在节目的形式上有点纠结 我想问问你的意见 可以真用一点时间吗 对 你们俩讨论一下 等把节目确定下来跟我说一下 好吧 好 辛苦了 拜拜 拜拜 我 我 你看一下啊 这几个里面 然后如果说是这个舞蹈的话呢 我还要求的功底比较高 然后你觉得诗歌朗诵怎么样 宣传部提上期的节目是诗歌朗诵 那不行了 那合唱呢 合唱的难度细幅低 可能性又高 要不就合唱吧 可以 好 我看一下 那要是合唱的话 应该选哪首歌呢 是选串烧还是选手 哎呀 哎呦 不好意思啊 忘时间了 估计你女朋友都等着急了吧 没关系 你进来吧 不打扰的 啊 好啊 这几天霸占你男朋友了 不好意思啊 等活动结束了 请你俩吃吧 哦 没关系的 哦 那我就不给你们当电动泡了 我先走了 拜拜 走吧 想吃什么 烤鱼 结束了 我要是没课肯定要去看看 我的天 这是 我去 嗯 没 没什么 那我们先聊几下情况 等会儿再跟你说 赛赛你先别问了 嗯 跟我有关 嗯 没有没有 赛赛 我们晚上一定跟你说 哦 好吧 这是什么呀 我微博不是关注很多 我们学校的人吗 这个珠妙 我不知道我啥时候关注的啊 我就今天突然想起来 我看看微博吧 就看到她发了这张照片 赛赛 你知道这回事吗 我不知道这回事 但这张照片 跟我看到原图不太一样啊 嗯 我就说嘛 这张照片 看着也不像那种人 嗯 这个珠妙的操作太让人迷惑了 但这很容易让人误会的 她微博名叫什么呀 我去看看 我发你 跟有趣的人在一起 不管做什么都很开心 哇 这是你男朋友吗 这么帅 我发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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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赛赛 看手机 这人越来越离谱了 她是不是有什么异想症啊 变得还请真呢 那可不 要不我认识你 我都信了 苏彩彩 你要冷静 忍耐 忍耐 不行 我忍不了了 我只还问个清楚 又发了一条 你看那是不是她 嗯 嗯 你好啊 啊是你啊 哎呀 怎么了 最近有件事情 让我困惑好久了 特别纠结 那你不介意的话 可以跟我说来听听吗 嗯 就是 我看到微博上有个女生 总是发我男朋友的照片 配文嘛 还是一些容易让人误会的话 好多人都以为她们是一顿 她也从来不解释 反正我觉得这样不太好 你觉得呢 对不起啊 我平时就是喜欢随手记住生活 没想到还让你误会了 嗯 这件事情呢 我也不想告诉张荣亮 不想让她烦心 所以请你把有关于她的微博 都删了吧 这男朋友莫名其妙 出现在别人的微博里 我也会不爽的 对吧 我明白 你放心我会删的 对吧 朱苗怎么还没来呀 奇怪 她冰湿周会不是挺准事的 不好意思啊大家 我迟到了 你怎么了 眼睛怎么红了 哭了 是我的私事 我不想给大家添麻烦 没事的啊不是 对啊 你就是太单纯了 别人才会欺负你 说出来吧 说出来大家还能帮帮你 对啊 说出来吧 对啊 对啊 对 都是自己人嘛 对啊 我真的没事 开会吧 你就是张书章啊 你就是张书章啊 我是周妙的室友 我来呢就是想问问你 你知道你女朋友做了什么吗 我们妙妙在自己微博 发过照片有什么错 她不耍个什么劲啊 拍张妹妹把照片删了 太欺负人了吧 妙妙那么委屈也不说 在背景里偷偷哭 我们一直追问她才说的 那删了吗 我女朋友会想要照片删了吗 不是 你要是不知道啊 我自己去问她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什么东西啊这是 怎么了 在帖牌上看到个帖子 说什么 鸡店学院愿花愿草的爱恨情仇 发点人组织部的 你猜猜 张路让是不是组织部的 这上面还说呢 说什么 朱妙昨天在部门开会的时候 都哭了 边哭边看张路让 一看就知道是咋回事 我倒问问看 看出什么了 在这儿瞎胡说呢 看来要使出杀手锏 送这钥匙给我一下 我得先回去一趟 你回宿舍干吗 换身衣服 张路让 刚刚我室友是不是跟你说什么了 你别误会啊 不是你想的那样 跟赛赛没关系的 是我在发照片的时候 没有考虑到你女朋友的感受 不好意思 赛赛 好巧啊 好巧啊 我刚跟张路让解释照片的事情呢 赛赛 我没想到 你会对这件事情这么介意 如果说因为我 你们两个人之间闹矛盾了 我真的会很自责 没关系的 我会自己跟男朋友解释的 你们是不是也去食堂 不如一起吧 好呀 走 走 哎呀 腿 哎呀 痛痛 还疼吗 人家好笨哦 走路都会扭到哎 我 我想起来了 我还有事没办完 那个 我先走了 啊 姐姐 你不吃饭了 下次吧 下次一定要一起哦 拜拜 张路让同学 我能采访你一下吗 请问你笑得这么开心是为什么 因为 女朋友太可爱了 你以后出门还是戴口罩吧 长得太帅 让人挺愁的 这儿还差不动啊 这儿还差不动啊 嗯 你走进我 你都多久没发微波了 女朋友 嗯 女朋友 我没有房 习惯每天都有你 在身旁照顾我细腻的模样 你还不想起来 你还不想起来 这一场电影 有着浪漫的开场 我好像陪你感到地上 你把苏苏换了 她吃醋怎么办 我跟她商量过了 你怎么说的 叔叔说 如果另一个叔叔这样 可以放心一点 他好像可以接受 那放寒假回家 我多买点肉干补偿他 笑死了 你笑啥呢 之前朱妙不是把微博里 张璐让的照片全给删了吗 他现在又开始发了 而且这清一色 都是咱们校学院会会长的照片 就连文案都跟之前的一样 这是换目标了吗 可不 反正跟我也没什么关系了 我就等着舒舒服服回家过年 蔡蔡 你也今天回去啊 一个人啊 废话 他怎么可能是一个人啊 我们放寒假啦 第一次离家这么久 现在要回去了才觉得这么想将衣 还有苏建华先生和周晓莉女士 好像有他在 在哪都很害羡 路出了点远 靠着这棵树 梦境 画成的漂流云 带领我向你行 那你要是累了就靠着我 好 出发啦 就某个脸峰 有点平行 时空 那里有我们最美的光景 哇 想陪你一起看 在 里面红 想陪你去世界每个角落 那份风雨再多 我们一起走过 突破这也是 另一种景色 想陪你一起去 江海湖泊 想和你天涯海 交流不分隔 看那满天星河 我们的时间还多 一个每分明瞄 一个每分明瞄 慢一点 天涯 我们终于回到江湖了 明明才半年没回来 总感觉哪儿不一样 可能是空气更好了 又或者是路变得更宽了 就连冬天都变得不冷了 这么快就到了 刚才不是跟你说了 让你慢一点吗 不行 我还是早点跟我爸妈说吧 不然都不好带你回家坐坐 我昨天电话里边 跟我舅舅说 林老师已经知道了 完了完了 他肯定觉得是我拐跑了你 早至今日 我当初就在数学课里 少睡点觉了 让他对我印象好点 你放心 舅舅对你的印象一直都很好 真的 那你回去跟孩子好好说 别一言不合地又吵起来了 行 那就这样 挂了 老苏 你还记得上次跟我一块出差那个同事吗 约然印象 怎么了 他那个儿子都高三了 天天在家跟他吵架 问他什么呢 又不肯说 这不是今天 班主任的电话都打到家里来了 他这才知道 原来这孩子一天天的不上学 竟逃课出去打游戏了 你说他能不上火吗 要不他说啊 特别羡慕我 这养闺女就是好 尤其是咱们家赛赛 又听话又懂事 就从来没有让我操过心 那还用说 我不是跟你吹啊 赛赛从小到大 就没有什么事情瞒过我 他小小照片怎么写的 他最好的朋友是我的爸爸 你可给我拉倒吧 那闺女明明跟我是更亲的 你就说说吧 我哪次出差的时候 不是一天十几个电话 追在我屁股后头啊 再带今天回来 估计这会儿都到家了 你还不走啊 这不买鱼了吗 给等于好喝 那你现在就回去了 你先上去吧 你先上去吧 没 没怎么 那我先走了啊 又又又快了 这大晚上的这 你还年轻人谈对象的很正常 你要打击小怪啊 吓我一跳 穿那个衣服啊 跟赛赛的一模一样的 这我差点就认错了 苏赛赛 毕总 我 我爸妈 那个 这样 我数一二三 你往前跑 千万别回头 我是信不得人吗 对啊 我 我们已经成年了 你来 别动 我看看是谁这么大胆子 欺负我自己家闺女 苏赛赛 你胆肥了是不是啊 现在谈恋爱都不跟家里人说了 你知道你找的是个什么样子吗 你 这 小张啊 叔叔 阿姨 都见面了 对 赛赛 我得严重批评你了 谈恋爱为什么不早说呢 这大冬天它不冷吗 赶快让小张 进屋暖和暖和 对对对 你是不是还没吃饭呢 爸 这个得得吃饭了 以后你到家就直接进门 小张啊 你们俩 多久了 半年了 妈 你现在劝分来不及了 我 她当初是谁追的谁 我我我 我追的她 我就知道 一看就是我闺女 既然你们在一起 都这么长时间了 那阿姨也不好再说什么了 可我还是有几句话要交代一下 阿姨 您说 妈 您可别吓她 我们家栽栽呢 有时候爱无理取闹 您要是有一天实在忍不了了 千万跟阿姨说 阿姨替你批评她 你可千万不要一个人强忍着 再一个就是她打小就嘴馋 爱吃东西 你也得替阿姨啊 好好照顾她 她有时候一高兴了吧 就爱唱歌 但是那个歌声呢 就实在是 连我这个当妈的都听不下去了 你可得多担待着点 毕竟她这个人 也没有什么别的特长了 就这么一个兴趣爱好 我妈 你平心啊 我还赞着 又不用面子了 我这不是替你给她打预防针的吗 那万有天灯针把她给吓跑了 你再上哪儿找去啊 我妈开玩笑呢 赞说我没家出过 你阿姨都是开玩笑的 我们再在哪儿能这样 至少能吃是福吗 对 爸 我说错了吗 小小喝水 喝水 喝水 来来来来 你再洗个苹果 快去快去快去 如果你们有准备好啊 我们下次来也没关系 不行 我能不能在林老师面前挽回 我不务正业的形象 就看今天了 走吧 不行不行 我还是有点紧张 仔细想想 这还是见家长呢 有我呢 有我呢 外面挺冷吧 来 喝杯水 挠回来啊 谢谢舅舅 谢谢林老师 怎么感觉上了大学 还跟高中一样呢 你都毕业了 我现在也不能拿你的 属约试卷批评你了呀 林老师 您现在带的班级怎么样 现在带的这个班呀 跟你们当时一样 我带过最差的一季 我看这个水有点凉了 我去给你扎一点 舅舅 给你带一呗 好 阿壮能遇到你啊 很幸运 他总是安安静静地 不怎么善于表达 但是看问题比谁都清楚 在不该懂事的年纪 格外懂事 他以前很让人心疼的 他以前很让人心疼的 但自从遇到了你 真的变了很多 苏再再 谢谢你 我妈总说让我找一个 安安静静的男朋友 所以 这就是命中注定吧 怎么一样的话 让让说出来就那么好听呢 我猜我一定是喜欢你了 没有任何原因 没有任何原因 也没办法说明 也没办法说明 我猜一定是上天的指引 让我遇见了你 让我遇见了你 最好时候的你 给我勇气 给我勇气 也给我爱 这是我的底牌 这是我的底牌 不再怕遗憾 因为你一直在 就算我影子放不开 就算我影子放不开 不敢打烂出爱 到现在 我不想 不再徘徊 不再怕遇见